美國紐約大陪審團起訴前總統特朗普旗下的特朗普集團 和集團財務總監多項稅務控罪 特朗普本人沒有被起訴 73歲的集團財務總監艾塞爾伯格 被控盜竊、逃稅等罪名 星期四向紐約當局投案後 被鎖上首扣 帶動曼哈頓地方法院應訊 魏塞爾伯格和特朗普集團都否認控罪 恐慌說當局經兩年多的調查 說特朗普集團15年間協助集團高層逃稅 而魏塞爾伯格和家人接受集團的福利 包括住屋、汽車和支付家人就讀私校的學費 但沒有向政府申報涉嫌逃稅170萬美元 特朗普集團發聲明批評指控是政治獵巫 利用魏塞爾伯格中傷特朗普